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要上台的 这位残障人士的简历 这字写得真小 来 简历出印象 我感觉他是相对来讲 是特别小心翼翼的一个人 虽然写得小 很认真 在字里行间表现出 他是一个热情 耐心的人 特别在意别人的感受 这是我从简历里边看到的 总体来说 这个应该在残障人士里头 学历算比较高的 他还是全日制地完成了大专 这个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条件 我觉得我很少看到一份简历上 期望工作地点是任何地点 这还是挺 就是比较有印象的 他这个写的是客服和客森顾问 这个我还是蛮期待的 因为我们有这块岗位 但是他这个简历里面写了两次 一个是他第一段工作 是只做了一个月 第二段工作做了六个月 然后一个离职原因是个人 一个离职原因是身体 那就这样的话 那我们未来如给他提供岗位的话 他能不能够在我们提供的岗位上 去更长久地去服务呢 而且你看现在他等于是18年11月份 刚刚离职的 那他已经因为身体原因离职 我很想知道就是他的身体 能从事什么样的岗位 我们能够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机会 这个的话主要是我比较想根据我身体的一个情况 找到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但是持久性这个的话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呢 其实根据限制于身体情况的原因 其实我还是比较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 节奖们不用太质疑 终上所述 这个选手结合我在台下 看到他准备的状态 他是一个细心 同时又内心忐忑不安的人 所以他才会写 应聘的工作地点 无论去任何地方 让我们期待一下这位选手 掌声欢迎 各位嘉宾 各位请一夜加盟 还有Q&A老师大家好 我叫陈良英 今年呢27岁 我来自拥有天下地一滩美誉的 海边城市广西北海 我觉得呢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 忍常人所不能忍 想常人所不敢想 比如说在被上百只蜜蜂叮咬的时候 我是毅然咬牙挺了过去 并且呢鼓起勇气 参加了非你莫属这个节目 谢谢大家 想常人不敢想 忍常人不敢忍 那是不是能够能常人不能呢 这一方面需要得到大家的一个支持 和一个评价吧 那个刚才有人说 你希望工作的地点可以是任何地方 是你特别害怕找不到一份工作 才放宽了这个要求吗 并不是 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自己吧 我觉得任何城市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种挑战 你怎么不笑一下 刚上场比较紧张 所以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 然后表情所以也不是很自然 有点手足无措这样子 不知道应该自己怎么去面对 我不知道你怎么不笑一下 比我还酷呢 因为我是来进行面试的 面试就不能笑了 可以 只是说需要一个需要有笑的内容吧 还没熟啊 熟了就会笑是吧 接下来要进行你的那个 另一支故事演讲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行 三分钟 来 掌声 好的 虽然呢我从小就患有这个脑血管畸形的这个病 但是我自己却从来没有 就想过说自己会和残疾这两个字扯上关系吧 直到2010年的一次病发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 我的人生便发生了360度的一个转变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说 自己在各方面好像就变得不如从前了 就是在那之后的几年里 我才渐渐明白 还有慢慢地去接受这个 我不太愿意面对的这个现实 在后期的这个治疗里面呢 由于我的身体并不太方便 甚至说可以丧失了这个自理的能力那段时间 然后呢大多时候都是需要我母亲的这个照顾 在我的印象里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 她很勇敢 乐观 不服输的精神时刻鼓励着我 所以不管遇到多大的一个困难 我都会坚持 我都会非常的坚强 然后她母亲一直一直都是我这个 精神的支撑和这个前进的动力 但是这般强大的母亲 她在看到我之前扎满银针 然后做针灸的样子的时候 也是不禁潸然的泪下 很多人在第一次与我见面的时候 可能都觉得我跟普通人没有太多差别 但是其中有很多的这个心酸还有无奈 可能只有我自己能够体会 自从身体残疾之后 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都是灰暗的 甚至时常感觉到这个绝望 在找工作的时候 原本是一份比较正常的简历 投给各位公司的时候 很多公司都会有这个招聘的意向 但是只要我坦言说明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之后 很多公司也都委婉地拒绝了我 我的心从那时候开始就一次次就跌落到谷底 幸好在我人生跌落到谷底的时候 有一位志友一直陪伴着我 从生活上还有工作上都非常的支持我 她的陪伴对于在黑暗中的我来说 就像是清晨的曙光一样 让我不再哭泣和沮丧 给予了我走出这个黑暗的勇气 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的话呢 是来应聘工作 更是来寻找我的一个伯乐吧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我的这个伯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